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卡岸 歡迎收看旭哥抽轉蛋 這個是復活鞋神RS 剛打完離道場 離道場我覺得每天最麻煩就是這個 因為每天都要手動 其他都可以用AUTO這個比較麻煩 這個要手動比較麻煩 我是覺得每天最麻煩的是這個 那這次改版的介面有一些就是 我覺得還不錯的地方 先分享給大家 大家記得訂閱旭哥沃卡岸頻道 看旭哥抽轉蛋 還有 復活鞋神轉蛋冒險攻略 還有轉蛋分析啊戰力分析 那首先呢是在這個突破風格極限這個 突破風格極限比如說我要 突破這一隻以前就是我突破完之後呢我就是要去 強化他我要另外再跳出去再強化 結果現在是我把他突破好了 叫我把這個愛蓮 這隻黑絲翹臀的愛蓮 我想說把他練一定好 那這邊就會顯示強化 強化強化可以順便就強化一下 我覺得這功能還不錯耶 就是比以前的那個好用 就是他我覺得現在變得比較人性化一點 就是不用每次都還要再跳出去一次這樣很麻煩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 還不錯 把布洽 把他升到42級 現在把他升到42級 虛哥建議就是大家都是先把角色用到42級啊然後尤其是像銀碎片銅碎片就盡量把他用掉因為那個太多了 後面會一堆所以你就把他盡量用就好 像我都是有就盡量用 所以我現在一堆42等 這邊都一堆42等 這是我就會把他用用好 還有另外一個我覺得也是很不錯的更新的 就是 實際操作起來很好用的我也分享給大家好了 在選單啊然後這個道具這邊 以前我們要賣東西的時候不是他那個介面我覺得很難用啊 就他現在變好用了 你可以按批量出售這邊然後你選風格碎片 你就可以一次選而且他這邊就是告訴你這樣比如說我這個卡特莉娜我還沒有拿到嗎 他就顯示未持有 他這邊上面會寫未持有這樣 所以你就可以不會賣到就是你還沒有持有的角色風格然後你也可以知道你角色風格那一隻已經練到幾級 比如說 比如說我有些練到42等的 然後我就想說想要把他賣掉像他們有寫50啊這個 像50這個我就可以賣掉啊 因為已經50等了我就不需要留著啦 所以像還有一些是42等我也可以把他賣掉 就是 像你看這個 克羅滴啊 怎麼會有20片啊 那我之前還浪費金碎片去強化他 像 這些已經練到 50等啊或是你想要練到42等的話你就可以在這邊就可以把他賣掉 像是這個小貓什麼的就可以賣賣先賣掉50等好了 好就是這樣就可以去轉換這樣 那同樣道理像是銅碎片 銅碎片還有銀碎片角色的銅的銀的都可以是這樣去處理這樣 像這個啊 然後 像是這個 不想要練的話你就是先可以把他按一按這樣 大致上是這樣 先賣掉一些好了 就是 大概是這種感覺就是我覺得 這個介面就是比之前好用很多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入正題了來抽轉蛋了 好 我覺得這個需要介紹一下因為我覺得很實用啊 就是這一次的這個那我先抽個每日抽 這一次的大改版的我覺得 用起來比之前更好用了 所以他改版 讓大家等很久是 是有 是有收穫的 是真的真的有變好用啊 真的有變好用 這個應該是A吧 看這個這麼大的陣仗果然是個A啊 等一下我還可以去用那個介面去賣賣 我就分享給大家就是 這次變好用的 介面 那這一次是有就是 可以用那個階段 就是 必中一名S 這個是新的新的玩法是不是 好吧那我就用這個玩看好了 我先玩看這個好了 消耗500顆寶石 好就來用看 就是他可能是一個新的玩法 試試看 我們看第一個十連 哇又沒有爆啊 那旭哥這一次應該就是 就看了抽到什麼 沒有 中心角了美連不錯 又中心角這個是羅賓位 這個 我來了 增牙爾不死點 我靠我第一抽就抽到我想要抽的 我最想要抽的就這一隻 啊 怎麼會這樣 只有黑暗十字我絕不原諒 雅凱撒 哇很帥 英雄的覺醒雅凱撒 第一個十連就來了 這以後都要先做一下那個 轉蛋那個 分 就介紹一下那個介面 累積個人品 這樣 稍後給予好不好 所以這個只能抽一次是不是 還是可以抽幾次 就是他可以加上去這樣 五個階段 所以最多可以抽到五次這樣 那我就沒關係我就再抽看 這次是大放送是不是 就是可能因為他把那個 白金改到限定可能就是 來個大放送這種感覺 應該是這種感覺吧 反正 大家能抽就加點抽吧 510可以抽一下 第二個十連又來了 是是是 哇 這隻感覺也是我沒有的 富王青手 這隻該不會是 雖然是我沒有但是我也沒有特別想要 傑拉 傑拉爾 又中了一個美蓮 美蓮圖面其實不錯 我沒有的傑拉爾也可以啦 那是我第一次抽到 雖然也是個倉庫貨 再來抽第三個十連 我不是不想給評價是因為我現在正在錄影片啦 我等一下跳出去給評價這樣太麻煩 我現在正在錄我錄到一半這樣很尷尬 還跳出去的話 來吧 第三個十連 看一下 這個 喔 喔 我靠這次槓龜了 第三個十連 槓龜了 果然就是 吃早會槓龜啦 這種感覺 好 我們再來下一個十連 這個就是每一抽大概都可以幫你省大概幾百到一千左右的 寶石吧 第三個 第四個 這個第四個 爆了爆了 要爆了 要爆了 耶爆啦各位 爆啦 這個 轉蛋爆啦 來吧 來吧 蒼藍和鹿豬 一起來吧 來了啊 靠 我擠你啊 竟然是擠你 竟然是擠你啊 爆炸結果來擠你 尷尬尷尬 喔 雅尼耶這是我沒有 新角 爆炸來擠你有點尷尬啊 我最近好像比較常抽到擠你耶 最近艾夏都不來找我了 爆炸結果真的出擠你啊好尷尬啊 好尷尬啊 還好出一隻新的 要不然真的是尷尬到爆炸 第四個 他這個是可以抽 抽幾次啊 說不定我可以抽到 抽到兩輪的 那不要吧希望不要啊 他連爆都不爆啊 我靠 不給面子啊 又是這一隻 雅尼 喔來了 我要皇帝先生 這隻我有啦 小貓啊 尷尬了 又是一個尷尬的時候 太尷尬了 這次就是前面牙凱撒之後後面就全部都很尷尬了 先鎮後帥感覺 他可以抽第二輪 那我再來抽看 這510嘛 沒關係加點賭一下 他就是看大家賭性堅強對不對 我只要蒼藍露珠其中一隻就好了好不好 你要一起來我也沒意見 哇他又沒有爆啊 是我剛才不給他評價他是不是就要整我啊 我下次會給評價好不好 不要整我啊 尷尬了尷尬了 再給一次機會吧 至少給個艾米利亞吧對不對 沒有蒼藍露珠也給個艾米利亞我也可以接受啊 來吧爆一下 沒有爆啊 我快要把吉尼練到50等了 好尷尬啊 全部幹鬼 各位好像這匙好像抽得有點飛喔 跳出去一下喔 我要使用我的大絕招了跳出大法 好久沒用這招了因為前 前幾匙都抽得還算正常這樣 這匙好像有點糟糕 我就說我只想要大獎 我真的只 只中了雅雅凱薩 他就真的 是有在偷看我的頻道是不是 我就說我想要雅雅凱薩 真的給我中雅雅凱薩 就沒了就沒了 爆下吧 又沒爆啊 這個是在回收我的 中了一個新角 零雞 這是我剛進來都還沒抽到 我是不是要抽到保底啊 不會吧 希望不要 要抽幾抽啦 這一次就是 我覺得要劍好就收啊 劍不好要收了 不好感覺要收一下 又是同樣的 好糟糕啊 我看我現在抽幾 是不是90抽了 糟糕了糟糕了 這次有點糟糕 我看一下 90抽的話 90抽的話 嗯 哎呀 有點尷尬 太尷尬了 好吧算了我就抽這邊好了 啊 不要再追下去 不要再追下去我感覺今天會抽到保底 我就反正有抽到雅凱薩了 啊我的艾米莉還一直抽不到啊 我在想要不要再賭一個10抽 啊沒抽到就算這樣 90抽啊 好啦算了今天手氣好像不好 各位我就不抽到保底了 因為 反正 下次還有機會吧 我們下一集就是在 再好好抽就好了 今天就先抽這樣就好了 反正我 有補到雅凱薩了 最主要是因為旭哥的法師很多啊 而且 那雙子 畢竟不是妹子 啊艾米莉還又不夠強 所以就不想抽到保底了 保底的話我看還要2500再加15000嘛 就是17500其實我也是夠的啦 不過我想說留著等之後人權吧 先把這些強化起來 傑拉爾 還是要抽到保底 還是再賭一次 我現在有點猶豫啊 我現在來思考一下 在邊強化角色的時候邊來思考一下 賭一次就2500啦 啊2500沒抽到就算了這樣 因為 後面就都要3000了嘛 就把這一輪抽完這樣 好像可以 冷靜一下想一下 好啦這再抽個10抽好了 啊真的沒抽到就算了好不好 所以我最後再抽一個10抽啦 啊沒有就沒有了 我這個真的很大了 這個壓力 從七大罪過來是不是 我玩那個 那個七大罪他那個也是很大一直晃 好這隻是新角完全沒有的 之後可以來練了 好啦再抽最後一個10抽啦 就把那2500抽完 啊沒有就沒有了 好不好就這樣 我們做人要有客製力嘛 我就把這一輪就抽完了 把這個優惠RUN抽完了 啊沒有就沒有了 我就不抽到保底了啦 反正有時候 運氣就這樣 你看哎呀又沒有爆你看 有時候就這樣啊 好吧各位 最後了 SRUN的 啊靠啊真的 手氣很糟糕 哇真的 沒了各位沒了 我這個 我這個手氣很糟糕 還回來了 前面太偶爾 我這次還回來了 可以啦可以接受 好吧那我只抽到一隻而已 我101抽只抽到一隻 楊爾凱撒 好吧那今天旭哥抽轉彈 就抽到這邊 我忍住了 我後面不抽了 好 那我們 下一集 見啦我們之後旭哥抽轉彈 還會抽 其他轉彈我們下一集見 好 好 很好